第三三題三三題三四題是體組 小量以右圖一支電路測量AB之間的電阻大小 他以伏特計測量電阻兩端的電壓 以毫安培計測量流經電阻的電流 其電壓電流的讀數如右圖二 並以彎曲的黑線標示其使用的檔位 是回答三三三四題 第三三題是問 小量所測量的電壓與電流大小 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看到呢 我們這邊接的是30 所以我要看到30的這個位置 那麼這個地方所量測到的是所謂的14 他的單位是伏特 所以量到電壓是14伏特 而我們這邊呢 接到的是500 所以我們要看500這個檔位 接在這個地方呢 他應該是350 但他是毫安培 所以350毫安 也就是0.35安培 於是我們測到的電壓是14伏特 我們測到的電流呢 是0.35安培 因此我們的第三十三題問我們說 小量 小量所測量的電壓與電流大小 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擇是B 電壓為14伏特 我們就知道 即時 我們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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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社